請坐 請坐 大家動心、大家好玩 大家好 好 我現在先問一下 不會聽 台語的舉手 台語的 好 不會聽 台語的舉手 不要學會舉手 你不會聽台語 你會聽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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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就是中文 應該是聽台語 因為這邊 這邊我們來的 這邊來的 比較多人不會聽台語 所以我是在想 我參差就在說 不然有的人聽不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就是怎樣做一個領導者 首先 我要恭喜大家 你們可以來參加這個台灣民政府 上這個課 我真的要跟你恭喜 因為這個課 在全世界 它是算這個 領域的課程 所以尤其是我們秘書長 我們要學國際法 和政政法 這甚至在現在美國 現在甚至在美國 現在甚至在美國 也沒有 很多專家可以說這個 所以我們台灣 有這個榮幸 可以來學國際法 這將來就是我們台灣 一個很好的武器 但是呢 我們有這麼好的法理 我們需要有很好的領導者 所以大家今天來上這個 台灣民政府的課 你就是也要學好 怎樣當一個領導者 因為你有很好的東西 你沒有人去管理領導 你就是不會用 後面有什麼問題 太小聲了 不然換這支 這支比較小聲 這樣有 所以我們今天 要教你怎樣當一個領導者 這個跟教育程度沒有關係 你如果是小學畢業 國中高中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各個階層 都有一個管理者 因為我們的管理階層 有分A級 B級 C級 就像一個大數原理這樣子 那你如果是A級的 你就是要自定政策的人 這個東西怎麼做 我們要來自定政策 然後B級的要遵循 這個政策一下來 B級的這個主管的階層 他要遵循怎麼去執行 他執行的時候 再交給C級的 那C級的就是做基層要 基層怎麼去打底 所以將來我們民政府上來之後 你在不同的階層 他的管理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有一個共同點 你要成為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你這個心很重要 就是每一個人心中要有一把尺 這個尺就是說你的道德觀 因為像現在 為什麼政治 全世界的政治都生病 因為他就是人在處理 那人發生的問題 政治就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政治素養 就是人的這個心 他的道德感要好 像以前 我們就是說 什麼事不能做 我們就不會去做 但是現在 就是媒體 他會說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這個事是不對的 他也可以把它解釋成對的 然後就可以做 這個就是 他的道德觀在改變 那改變的話會影響人心 你這個道德一改變 你的想法會不一樣 就像說 這個東西不是我的 但是只要沒有人看到 我拿也沒有人知道啊 現在人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其實是不對 只要不是你的東西 你就是不可以拿 就算沒有人看到 放在那裡 你也是不能拿 這個道德就是這樣 那當然每一個人心中 他的道德感不同 有的覺得 70分就及格了 有的覺得 50分就及格 有些人80分 100分 那你的道德標準越高 當然你的形式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說 每一個人 為什麼你是一個領導者 但是你做出來就是不一樣 因為你的標準不同 像有些人 考試 考98分 他就覺得很差 因為沒有100分 有的人覺得 我考60分就很好了 及格了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不同 所以我們要當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要先從我們的心開始 不是先講方法 不是說管理有幾種方法 不是學那個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心導正過來 因為你的心如果沒有導正 你就是坐很高 你的位置很高 講的話 最後是沒有人要聽的 或者只是應付你 在前面應付你 他是不會聽的 因為你那個力量 沒有從心裡面發出來 你只是在講一個話 那個話 你錄音也可以講 所以每一個人 你講話有力量 就是跟你的道德心 那個很有關係 所以你們平常有沒有感覺 為什麼呢 他講的話 人家會聽 他講的話 沒有人要聽 同樣一句話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就是這個人 他心中的力量是不同的 因為有些人很正 他講話 他講出來那個言語就有力量 那如果你心中不正 你有一些想法 想要怎麼樣 你講出來的話 雖然是同樣的話 是沒有力量的 那個是騙不了人的 不是說你很多藉口 那你很會自言其說說一套 人家就會聽 其實很多人他只是 不要在表面上反對你 其實那個是不會聽的 所以我們要帶領一群人走 最重要就是說 要有一個精神象徵嘛 這個精神象徵 你自己如果本身沒有一個很好的道德心 你沒有辦法帶這一群人 因為那個言語沒有力量 所以人有三種的 第一種是那個先知先覺 第二後知後覺 第三不知不覺 那我們是屬於哪一類的 自己就知道嘛 如果你是先知先覺的 的人大概是怎樣呢 常常會去幫助弱小 幫助那個需要被幫助的人 因為一看到就知道 這個需要幫助啊 他會不會說任何條件 他就會跳下去跟他幫忙 先知先覺的人大概都這樣 因為他的心胸就很匡大嘛 他不會計較說你怎樣 因為先知先覺他什麼都不缺嘛 他就什麼都有了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給予奉獻 他就是會做這樣 所以通常 制定政策的人 成功的一個政策 大概是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不是說他不好 他這種人是需要人家有一個衣巡給他 然後他照著這個衣巡下去做 這個也很好 因為中間幹部需要這樣 需要有人去執行嘛 所以這個後知後覺的人 大部分都是很努力的人 他做某一個崗位都是很努力的 他想要把他的工作完成的很好 就是這樣 那不知不覺很多在基層 是你跟他講的 他也不見得會這麼做 因為可能他的想法會覺得 你的不見得對 他有一個想法 但是他不曉得說 人家超越你很多的想法 那個意思是什麼 他不知道 因為可能他的資只在這裡 然後人家告訴他是在這裡 對不對 他當然聽不懂啊 他沒有辦法接收啊 那個接收器沒有辦法交集嘛 所以他一定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當你還不是一個先知先覺 或後知後覺人的時候 不要依自己的方法去做 你可能先聽不懂 但是你要問人家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講 你要這樣做 那個道理在哪裡啊 你要先去了解道理 不要一下子就說 你那個不對啊 我這個怎樣 很多人都犯這個毛病 所以一般基層 很多是不知不覺的 那等你做完了 知道錯了 可能來不及了啊 可能要很多年嘛 很多時間 所以你就付出很多代價嘛 所以很多人做生意 很多失敗 他就是用金錢去換起這個經驗 學到的經驗才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一個專家 其實要做一個專家 也不困難 比如說你現在專精這個農業對不對 你就是一直研究這個農業 很專的去研究 人家說簡單的事重複的做就是專家嘛 你一定會在這一行成為專家 這個是 那個跟教育水準沒有關係喔 因為你看很多那個 國小畢業還是沒有念書的 他也很會耕農啊 因為他用他的經驗 在這一生當中來做嘛 所以那個經驗很重要 所以一個領導者 他所具備的條件 雖然有這三種人啦 但是後天可以培養的是什麼 第一個 你的見識要廣 比如說媒體 報章雜誌 或者你能夠 你覺得跟你比你更高層的人講話 常常去跟人家聊天喔 不是不好 就是你要找說 這個人有內容 那個人有東西 你去跟他聊 你會學到他的東西 那是不是省力 你不用像他這樣讀那麼多年 就知道這些嘛 你就可以把他取過來啦 所以你們一定要常跟人家聊天 然後找那個比較有東西的人聊 好這個是最省力的 所以你見識要廣啊 但是很多那個報章媒體喔 他講的話不一定是對的真的嘛 那你怎麼判斷他是真的 像報紙啊 報紙常常是講不對的嘛 你去看你怎麼知道他不對 這個必須你見識很廣啦 很廣之後你再來看 你就看得懂啦 所以見識廣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去學校念書才有啦 像你們現在在社會上 人家講說社會大學 就是說 你是開餐廳的 還是你是服務人員 還是你是加油站的服務人員 你都可以學到東西 因為你在加油站喔 每次很多車來加油 那你要想到底我加油的方式是 每一部車要停距離多少 我才會方便 然後一部車加油多少時間 你平常就計畫好 那很多車來的時候 你才會指揮說 好你停到這裡 停到那個距離你就會抓 然後你的速度快 然後你還要知道說 我跟你加 你要加一千塊 好我就先跟你拿單 或拿什麼 然後等你加好的時候 你的單已經打好了 這個速度就節省很快 你不會讓人家等很久嘛 然後再加上現在加油站 有那個前面那個窗戶會幫你洗嘛 就是說你再加上服務 我跟你講喔 這部車以後一定很喜歡來這裡加油 因為現在加油的地方喔 有一個毛病就是 車很多的時候等很久 然後那個車亂排 那加油的人 有時候等很久不耐煩啊 他就走掉了 所以甚至這麼一個小的服務人員 你都可以計畫這個流程 所以有頭腦的人就是說喔 我現在是什麼工作 我就把我這個工作的重點學好 在國外喔 他們很重視他的工作就是說 我甚至是一個那個什麼 垃圾車隨車人員喔 他們那個制服是很乾淨喔 然後那個衣服燙兩條線 就是很鼻挺 然後皮鞋帽子什麼 就是很乾淨喔 你不會看到你的制服喔 有這個髒的髒的 因為你是垃圾車嘛 可能就會有髒嘛 那表示說他都很乾淨 然後他又是在垃圾車上 表示他很尊重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如果每一個人都很尊重他的工作 我相信喔 我相信喔我們政治很好管 非常好管 那像我們在台灣喔 你有沒有看到垃圾車 那個隨車人員的制服是怎樣 還有你那個在外面那個垃圾桶 大丟垃圾那個桶啊 你看是不是一團亂 這個是人民的素養 所以我說喔 不管我們是政治也好 做生意也好 你如果那個個人素養不夠 就是產生問題啦 你只要你光是靠管理者是沒有用的 因為管理者他的一個命令下來要怎樣怎樣 那只是一個命令 但是你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喔 你是不會遵守的 所以為什麼喔 你看一些先進國家喔 他都是法 法擺在前面 我們是情擺在前面 他們是法 理 情 我們是情 理 法 所以法擺在前面的國家喔 他的管理會比較有一套制度啦 因為你不懂嘛 那我沒有一套法來管理的話 我說情在前面 那你可能會這樣做 他這樣做他那樣做啊 都說可以嘛 但是你法擺在前面的時候 我就說一號一定要這樣 二號一定要這樣 你就不得不這樣嘛 那你習慣了這個次序 以後不用交了 你就是照這個次序來 那你眾人才有辦法管理啊 那你不能說眾人還要一個請 每個都一個請 等一下說好啦這個怎樣那個怎樣 這一套制度就實行不下去啦 所以一個管理者喔 他也是從基層做起來 也一定要了解這樣的一個道理 他才有辦法說 管一群人知道你們要幹嘛 因為各位將來都是在四千位之內 我們訓練幹部喔 你一定會在一個單位當那個頭 你帶一群人 你怎麼帶 你本身如果沒有調到這個軌道 你沒有辦法帶這一群人 那你不一定要是博士碩士大學 不一定要 但是你的心呢符合這個條件 你會講話嘛 你會跟他講說 欸這個一號要先做喔 次序要這樣喔 啊因為你的心很對嘛 你已經知道一號要這樣做 然後他跟你講一大堆理由的時候 你還是說一號要這樣做 那是不是很容易 你不用跟他談很高深的學問啊 就像喔 我們講企業好了 像王永慶國小畢業 張榮發也沒有奪到博士 但是為什麼他們企業能做那麼大 因為他們都有符合領導者的這個條件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喔 你們像你們現在是做農的 或開公司的 或者是做什麼都好 你如果現在要整治你的企業 你要先調整你自己 把你的心喔 調到符合這個條件 你在看事情的時候 制定方法那個才會對 要不然喔 你會一下這樣好一下那樣好 你會拿不定主意啦 所以我們見識廣字喔 再來就是你的心胸要寬大 因為喔跟你共識的人喔 想法一定跟你不一樣 你要怎麼樣把你自己跟他 結合這個在一起 要雙向溝通嘛 你溝通的時候不要吵架 也不要生氣 你要先讓他講說 那你為什麼這樣想 你怎麼想 然後一直把這個距離喔 慢慢喬 讓拉近 那你們就會有一個交集 如果萬一沒有交集 的時候 采用的方法是 什麼呢 你先退一步 好 反正你永遠先退一步喔 這個事情後面會解決 為什麼 因為人喔就是這樣 當你不堅持的時候 他才會放下心 慢慢的想 因為很多人在爭執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啦 你就是不能逼我行啦 那個心會上來 但是當你退一步的時候 他會覺得沒有競爭對手了 沒有這個對象了 他自然那個心會慢慢放下來 所以解決問題喔 要這樣 所以心胸要寬大喔 是一個領導者必備的條件啦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人很強 強者喔 或講話很強 可以壓倒群眾 可以怎樣怎樣 但是喔 這種人一定做不久 前面你覺得他很強 後面絕對會消失掉 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特性喔 就是不可能 一輩子被這個人壓抑啦 永遠壓著啦 這是不可能 為什麼共產主義一直消失 現在消失到剩下中國 北韓這些 蘇聯最大的都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人性啊 人性有兩種啦 人性本惡 人性本善對不對 但是 你這兩種綜合起來喔 其實是 人性本善 擺在前面啦 為什麼 你一出生的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嘛 你哪可能會生氣 你哪可能會怎麼樣 通通通是一張白紙啊 所以 就是善良的啊 沒什麼 那是因為後天的條件 一直污染 讓這個人 產生了不同的想法 他那個惡的因素 才會出來嘛 好 所以喔 我覺得啦 只要每一個人都很善良 其實那個事情會越來越少 這個是很重要的 再來就是說 要有果斷力 譬如說喔 今天這個政策是你制定的 ABC三種 那我到底要選擇哪一種 因為現在這麼多人要聽你Follow啊 你不能把時間拖很長嘛 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來決定說 這件事要不要做 所以果斷力要強啊 你不能那個摩尼兩可 猶豫啊 因為通常猶豫喔 會影響你的結果 但是你這個果斷力喔 也不能隨便下 因為你要想說 好我現在下這個決定 如果我失敗了怎麼辦 你要有能力承擔 你就下 好譬如說 我現在要投資五百萬 萬一失敗了 這個五百萬是我付得起的 那沒關係 那你這個果斷力如果說 好我這個要花五億 結果我只有五千萬 你這個下就是風險很大 通常這樣的情況就是不做啦 你不要超過太大的風險 好這個就是不做 所以果斷力不是隨便下的喔 是要有條件的 好 然後過來就是你要有責任感 你一下的嘛 啊怎麼辦 很多人喔 很多大公司很會推責任 欸 下的錯誤了怎麼辦 好推給他 推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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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主管是很不好啦 所以在國外很多先進國家 你政策錯誤通常是那個頭要下台啊 好譬如說你你是那個總統 你這個整個決策錯誤怎麼辦 鞠躬下台 這個就是表示負責任啦 但是有些比較不好的國家 他就推 推給某人去承擔 你是下面財政廳長去承擔 就會變這樣 所以為什麼美國跟我們講 我們現在法律要很簡單 只有兩種 你貪污 槍斃 犯罪 鞭刑 這兩個方法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很有效 你看中華民國憲法一百多條 有沒有效 對啊 那日本只有七條 美國更少 所以我覺得喔 你看喔 貪污啦 每個人貪污的方法可能不一樣 但是只要有證據喔 不去審判的就是槍斃 你不用去問原因啦 因為貪污就是貪污的嘛 你在追查原因就會像現在這樣 每個人很多的藉口嘛 那犯罪也不管你哪一種罪啦 這就是鞭刑 鞭刑是打屁股啊 那你屁股打到壞掉 看你能不能坐睡覺 都不能 所以喔 你們如果上網去看那個新加坡那個 那個鞭刑就知道 你打到那種程度喔 連睡覺都很困難 那個感覺就是生不如死啊 就像說你現在身體 很病痛 病很危急對不對 你是不是很想死 你乾脆不要火了 因為很痛嘛 所以那一種感覺就是生不如死 那美國喔 因為在國外他很多那個佔領地 全部都解決了 剩我們台灣是最後一個 所以他有那些經驗 他告訴我們說 法律不要太多條 就這兩條 因為他在每個地方實行的時候 就覺得這兩條最有效 你制定太多的法沒有效 因為每個人借口就太多了 就會沒有效 所以這個責任感就是要有啦 過來就是說EQ要高 你在處理的這個過程當中喔 你一定會有很多的怨氣 或者很多的不如意 那你不能夠呈現在你的臉上 或表現出來 因為這樣會影響你的決策啦 那時候怎麼辦 EQ高的人喔 他很會在一分鐘喔 就把那個怨氣消失 就你前一分鐘很生氣喔 但是你要深呼吸 然後慢慢把那個氣放掉 你下一分鐘就要馬上回來 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EQ很高 像IQ高沒有用啦 你很聰明 你智慧很高 但是你處理事情的時候 就是很生氣 那個也沒有效 所以IQ高沒有用 EQ一定要高 所以情緒的控管啦 是最重要啦 不相信喔 你現在你回家可以試啦 如果你兒子跟你說 爸爸你讓我五萬塊出國去玩 他一定跟你爭嘛 我為什麼要五萬塊去玩 他跟你一爭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答應 那如果他想盡辦法討好你 跟你說很多優點 怎樣 又替你做很多的事 最後你會被他感動 你會答應他 就是方法不同而已啊 所以這個EQ的處理 就是你在處理事情上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很重要的 人家講啦 像剛剛我說你見識廣 你除了跟人講話以外 你那個 人家說 你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不見得你都要看書啦 你要自己去走 去面對 這邊怎樣 像現在你當主管的時候 你不要只看書面報告 你一定要下鄉去看 比如說人家跟你說 這領路現在怎樣 你不要只看報告 你就是去跑一趟 將來什麼報告來你都知道 自己親自去做啦 這個是我們將來民政府成立之後 要求大家要做的是這樣 不要只看數字跟報告 那個現在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很多官那個數字是做出來的 那個報告是抄來抄去的 所以那個沒有什麼好看 所以將來你們如果分發到什麼單位 資料只是參考 你一定要下去去求證說 是不是這樣 那政府才會換嘛 不然頭腦還是一樣啊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求的就是說 你要有愛台灣的心就好 沒有要求你其他 因為你那個心對的話 你來學這個才會對啦 而且喔 在很多年前喔 全世界就有一個趨勢喔 很有錢的企業會倒 很強的國家可能會變 比較弱小的國家可能會起來 這個世界在變 所以我們的人也在變啦 不是說 我永遠是一個小老百姓 永遠是這樣 可能你將來就是一個大官 會不一樣 所以喔 如果你現在的狀況啦 我還要擔心說我的十一柱形 到底可不可以喔 我建議你心態一個轉換 因為可能你沒有很多錢啦 但是你可以做沒有很多錢的方法 譬如說 你只要靠一張嘴巴嘛 你跟人家講說 我們現在喔 台灣有一個機會 台灣國際地位如果 導正之後 我們台灣人民 可以過比較好的生活 阿這個內容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就靠你的嘴巴講嘛 你不一定要花錢請他吃飯 然後送他東西才能講這個 這個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沒有錢的 你就是靠嘴巴 或是靠你的腳 走去跟他講嘛 好所以 做一件事情不一定要花錢啦 這個很重要 那如果 十一柱形你都沒問題了 你要求的只是說 我的育樂好不好 那個是一個休閒的對不對 假設你的程度已經到休閒來的 表示你可以為大家做一些事啊 因為你有餘力嘛 你可以把錢喔 花在刀口上 該怎麼花 那個意義 那個效果讓它出來 好 就就像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個感覺 我能幫助別人 我能給予或奉獻 我們的心裡也會很踏實 覺得很愉快嘛 就像說 像在歐美很多國家 他喜歡給小費 那個心態是什麼 他們覺得給小費 是一種光榮跟成就感 他覺得說我有 我比你好 我給你 他們很高興做這個事情 不是不高興喔 所以小費這樣來的 所以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 你給他一千塊不算什麼 因為你幫助他 他可能因為這一千塊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個社會要一個和諧 就是說 有的給沒有的 沒有的可以去 創造一些事情出來 這個社會才會和諧 所以領導者 他要把人民 帶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國家才會搶 而不是說 這個國家很多錢 他才會搶喔 因為以前 菲律賓要獨立的時候 也是美國佔領嘛 那時候菲律賓經濟很好 後來 他說他獨立 美國十年後給他獨立 結果一下子很多錢嘛 結果他們貪污 貪污很嚴重 所以現在菲律賓的經濟 比我們台灣差很多 那個就是說 你一個領導者 你沒有照顧人民 你沒有讓你所有的人民 生活在這個社會上 他是很安定的 因為你的生活不好 因為你的生活不好 我為了吃飯就來不及了 我哪有可能去搞你的政治 但是如果我說我十一住行 通通沒問題 都可以了 因為我就有余力來做什麼啊 所以領導者要思考的是這個問題 先讓人民有什麼 所以我們國家才會好嘛 像美國 他是很多州 那他這個意思有點像 邦連 五四個州 邦連成一個美國 一個國家 其實他們每一個州的州長 權力很大 就類似說 國中之國這樣 這個就是 他能主導的 比如說加州 加州的州長 權力非常非常大 他可以制定法律的 他們有州的法律 他要怎麼做都可以 但是美國人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們是有一種 他們把成就感擺在前面 十一住行在後面 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是要先滿足十一住行 他是成就感盤在前面 他就算沒有錢 他也要呈現出他很好的樣子 那個是一個成就感 所以 國家的不同 他呈現出來 做法也不同 但是現在 我們台灣 因為有台灣民政府 他已經發現到說 我們 四百多年來 都沒有我們 真的台灣人來管理自己 那現在好不容易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 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 才發現說 我們台灣人的本性 這個民族性 要怎麼樣來改 我們這個國家 才會那麼艱辛 走得那麼困難 所以秘書長告訴我們 第一個 我們的教育整個要改 我們會花二十年的時間 把整個台灣的教育 全改掉 那你們這一代 不用擔心 因為二十年 讓你學英文或日文 應該夠 因為未來我們 對外官方的這個語言 就是英文跟日文 國內 國內就是台語文 那我們台語文的文字 不是漢字 可能會改成羅馬拼音 這個二十年的時間是夠 因為越南 他以前也是這樣 越南早期也有漢字 那現在全部改掉 變成全部羅馬拼音 將來我們台灣也會這樣 就是因為現在台灣沒有文化 那我們為了要創造我們的文化 就是把我們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到底你呈現出來什麼比較適合你的 那個個性的東西啊 會帶給大家 這個是我們台灣民政府要做的 那你們將來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台灣人以後會很幸福 為什麼 因為我們錢不用擔心了嘛 我們錢就有了嘛 還是要求你自己生活的品質 你要怎麼過這個生活 那你領導者又對的話 雖然台灣很小 但是會生活的比瑞士還要好 瑞士他很照顧人民的福利 所以大家都羨慕他嘛 但是台灣有這個條件 因為他四面海 所以他的漁產、海產的東西就很豐富 然後裡面又很多森林 有林物嘛 台灣其實三分之二都很多林物 這個可以創造很多經濟價值 像剛剛我們的副主席 他講這個農業管理 其實我們將來台灣就是要往這個發展 因為我們林物太多了嘛 我們要採用我們的優點來發展 我們現在人口都聚集在西部這邊 東部還比較少人 中間空很大一塊 山嘛 中央山脈很大一個 這個我們可以很好的利用 所以你說像東京 東京的人口 光一個東京市 就是台灣整個人口 你看多嚇人 但是你到東京去看 他就井然有序 他交通、商店、外面 什麼他都是 你會感覺說他們的人民 就是好像照著那個規則在做這樣 不會亂 甚至他外面角落都很乾淨 因為他已經訓練他的人民 你垃圾要怎麼丟 要怎麼樣維持 他們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還有他們冬天 樹葉不是落在地上嗎 他們是少垃圾而已 樹葉不少 因為他覺得樹葉是有機物 你掉在地上久了 會變成有機物 他們很講求這個自然法則 留下來的東西去運用 所以日本很聰明 他們當時 他們的樹都不砍 都是進口外國的樹 從東南亞、台灣一直砍樹 你記不記得以前 我們很小的時候 他們都會買我們的那個 Hinoki、檜木 東南亞也一樣 印度也一樣 印度還拿他的檀香木一直砍 現在已經 印度也不能砍檀香木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木頭珍貴 那你看喔 日本就很聰明 他50年前就開始收購木頭了 他整個全世界可以砍的木頭 他通通收購 所以日本的紙張很發達 他什麼樹 做什麼紙張 他有一定的喔 所以日本的那個包裝紙 種類非常多 他變成他的一個很強的一個藝術 他的紙張 不管你是很便宜的東西 一直到很貴的 他都有不同的設計跟包裝法 而且他的紙張 你會感覺說 很好 而且很耐用喔 不是用一次而已喔 一次兩次才 重複你可以使用 他不會浪費 然後萬一你壞了對不對 丟掉了 全部又回收 所以他的紙張 有做second hand 他的國家就是說 只要是自然的物品 他重複一直用 所以他一直喔 他的塑膠 他不要在國內設塑膠廠 他都在國外 利用別的國家 他所有的污染工業 都是利用別的國家 他不會在日本境內 所以日本從一開始就 可能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給他的那個影響太大了 他所有污染工業不要在國內 所以日本到現在喔 為什麼他東京的那個水啊 你在外面隨便一開 你就可以喝 他就是注重到 連外面的東西你都可以使用 你那個旅館裡面喔 你只要裡面水龍頭一打開 都可以喝的 那喝喔 不是說 像我們在台灣一般喝的水 你不會感覺甘甜對不對 除非說 這是能量水 這是什麼水 你喝起來才有那種特別的甘甜對不對 在日本不是喔 你隨便外面的水 喝起來就是甘甜 他就是很注重這樣子的一個養生啦 他就是從民生最基本的 這樣一直照顧到 你看他的汽車工業全世界賣的最好 德國雖然很強啦 他的汽車也做得很好 但是他的銷售量比不上日本 日本就是他那個經濟的發展喔 觸角在各個行業 然後利用到最好的經濟效用 所以這個是領導者的智慧啦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將來如果是一個單位的主管 你要怎麼樣發揮你這個單位喔 最好的經濟效用 我們不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去做 但是這個效用的辦法要出來 那現在你們來上這個課喔 我建議啦 三天裡面最好互相去認識 因為將來你們可能會共識 而且可能會不同 就算同一個單位喔 或者不同單位 你們不同單位也互相交集 會運作的時候 所以我建議你們互相要認識 因為大家未來都是內閣人員啦 那像這樣的一個領導者喔 從基本的做起的話 一直到大 你想台灣有可能不好嘛 不好也很困難啦 因為我們台灣小嘛 要治理是很容易啊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把我們弄成這樣 因為他的心不在台灣 他也不在人民身上 所以才會這樣 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在台灣 在人民身上 這個是很好做的 就像這樣啦 他知道你都在幫助他 你不用講話 他心裡就很感激了對不對 那種感激不是用錢買的 那如果你都沒有這種心的話 你可能要花很多錢 去買這個設備回來做什麼 所以 金錢不是萬能啦 當然 我們也沒有 沒有錢也不能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做金錢的主人 你要會用 而不是讓錢來用你 所以我覺得 當你十一助詢 遇樂都可以的時候 你一定會接觸到成就感 你會想說 那我現在錢也有了 職位也有 什麼都有了 那再來我要追求什麼 就是說你這一生中你會看啊 到底我哪一件事做的最棒 我到底能跟人家講說 我這一輩子留下什麼 這個就是你個人的成就感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最後都可以規劃這樣 到底我的成就感我要完成什麼 在哪裡 這個是一個人 生命中一生中有價值的地方 因為當你有成就感的時候 你是在奉獻 你看現在社會上很多 有很多很好的人在奉獻 但是他是默默的 可能你不認識 但是他 他會活得很快樂 那他活得很快樂 相對的他會影響他周遭的人 那這個社會就好了 這個國家就會強 所以像美國人 你看他為什麼比較樂觀 因為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比較富有 他的美國的整個的那個 整個的資源都比較豐富 所以人民無形中就是 我什麼都有啊 所以他比較不會為了食衣住行 在那邊苦惱 他就會比較豁達 所以要創造一個樂觀的個性 就是這個環境很重要 假設我們能讓台灣 你家 100公尺之內 你都有辦法讓他乾淨 每一個人家裡都這樣 周圍100公尺讓他乾淨 你看每一個人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 他是不是覺得很愉快 因為你的地方很乾淨 有的花花就會開了 樹就會長得很好 整個空氣就改變 那你在這塊土地呼吸好的空氣 你心情就會愉快嘛 你不會很煩惱嘛 然後人跟人的相處 因為很愉快 所以不會吵架 所以良好的環境是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強調 以後我們要精緻農業化 因為這就是我們 我們的優勢嘛 我們可以創造這樣的 因為在不同的國家 他要有很強的農業不容易啊 像新加坡就不行嘛 日本也不行啊 所以日本的農業都要靠國外啊 像美國的話 他是大量 他沒有辦法做精細 因為他太寬了 所以他是一個大量的一個農業化 那我們台灣是精緻 那精緻創造的經濟效益會比較高 他可能要種一大堆 才一百萬 我們可能少少的就一百萬 所以我們不要去強求說 量一定要很大 要精緻化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會建議 其實現在台灣經濟不好嘛 但是有一個方法可以改變 比如說你種水果的啦 你好好種你的水果 然後他很會利用你的 木瓜 他很會利用你的木瓜做木瓜糖 木瓜酵素 木瓜什麼 酵素 他好好去弄這個加工 一個工廠加工 然後他很會銷售東西 你交給他賣 就是現在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不要一個人包 包三個過程 不要 你種 你加工 你賣 一定要把它分開 這樣子 個人才能夠賺到你最大的效益 要不然你一個人忙中 然後又要蓋工廠 然後又要鋪那個銷售點 你是不是要用很多人力 然後你要負端很多的成本 萬一失敗 這些負端你都要 那你只要把這個風險分開 雖然說好 你們三個加起來是一千萬 你賺三百萬三百萬四百萬對不對 這樣會比較好 你不要說我要賺一千萬 通通我包 不要這樣 因為現在的社會 太發達了 資訊太發達 你沒有辦法通包 如果你要通包 那個成本很高 你的公司 你用的人員 這個人力要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長期上 這個成本最高會在人事費用上 你要省這個人事費用 所以為什麼後來都機械化 因為你人事要減少 所以你會機械化 所以現在我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合作是最好 你看很多先進國家 他經濟強就是因為合作 我大企業 我合作我才能成為大企業 你出資五千萬五千萬五千萬 合起來才會大 那你個人開五千萬不會大 所以台灣未來一定要這樣 不要再搞那個個人 因為你個人你的產量小 那你充其量只不過是賣這樣 那你要再創造那個量 你的人員要增加 那你成本又增加 有時候這個評估下來不見得是很好 所以未來台灣一定要朝這個大企業走 日本就是因為一開始就有這個概念 所以他朝大企業走 他整個政府鼓勵移民到國外去 比如說移到美國去 那你移到美國去的這一群人都做什麼 有一半是開超級市場的 有一半就是電腦的 一半是那個汽車的 他全部鼓勵這樣的精英到國外去開 然後呢經濟好之後吃下當地最好的企業 比如說當地企業最大是IBM對不對 我整個大樓給他吃下來 那我在國外 你IBM代表你美國很大公司 我吃下來了 表示我日本企業在美國也是一個很強的 日本是用這樣在培養他的企業 所以他到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 都是整體的集體的集體化 那我們台灣比較個人主義嘛 那為什麼會個人主義 就是說你那個你的視野不夠廣 你喜歡包起來做 這個是我的領域 我就是這樣包起來這樣包包 你沒有想到說這個合起來會創造多大的利益 當然合起來有一個困難點 就是說這些頭要怎麼結合 這個就是又是我們談到領導的問題 所以企業裡面你是董事 你也是董事董事 那你們要合起來怎麼合 這是法嘛定契約嘛 我們出資多少 那我們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一個律師來嘛 律師來簽嘛 把它寫得很詳細 然後裡面要有制度嘛 會計制度 什麼制度 訂立啊 不是你找你自己的人來做啦 除非你的人是可以深圳這個工作 安排沒關係 要不然我們都是要交專業 交給專業做 你們只是董事 全部交給專業來做 然後你們只是負責開會 這個決策要怎樣 全部是專家來做 然後你請的這個業務經理是專家嘛 他幫你賺錢啊 那你只是在家裡儲錢而已嘛 董事要做到這樣啦 全部合起來出資 全部請專業做 那我們專業人員 他才有工作做嘛 因為專業人員 他並不是不一定有很大資金 但是他有頭腦 那你很多錢 你不見得有那個頭腦 所以這兩者要配合 那這個國家才會強 美國、日本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專業跟出錢的是分開的 分開合作的 所以大家現在要有一個公事啦 合作的條件就是要這樣 一定要放下 心胸要放下 才有辦法合作 比如說 我們很想做什麼 但我們都沒有錢 怎麼做 比如說你也沒有錢 都沒有錢 我們想要做一個貿易 怎麼做 我跟你講 如果你沒有錢 你一定要有頭腦 你就要做頭腦的工作 如果你也沒有頭腦 我建議你 就不要這樣做 你就是要在人家公司底下做 因為 各盡你的能力去做你的工作 是最省力的啦 不要說 我這兩者都沒有 我要去開公司 結果一定開不成嘛 一定失敗啊 因為我沒有那個頭腦 又不夠那個錢 這一定會失敗 所以很多人做企業 他沒有考量 他自己的條件是擺在哪裡啦 他就下去做了 然後會說 沒關係啊 到時候跟銀行搬錢 你銀行搬錢 萬一你沒有賺到那些錢 你也沒辦法還嘛 那就會又造成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各司其職啦 你的位置擺在哪裡 你就坐那個位置 那你的人生也會比較快活一點 不要硬說 你一定要去做哪一個位置 那個很累啊 就像說一個總統 如果你的條件不到總統的位子 你去做他 你一定很難睡覺 你外表雖然說好像很好看 我是總統 我擺出來每個人都聽我的 其實內心是很痛苦的 因為你決策做不了啊 你那個東西也不懂 那個也不懂 你怎麼領導 你一定整天睡不著覺啊 然後就會受人家隨便擺佈啦 這個講說怎樣 那個怎樣怎樣 好好隨便啊 都依你們 所以你沒有那個條件 不要坐那個位置 真的會很辛苦 最後還是會下台啦 如果是有那個能力的人 你也不要擔心 總有一天你也會坐那個位置 因為那個是強求不來的啦 這個上天余生讓你生下來 為什麼你是這樣 他就已經分配好了嘛 你應該做什麼 其實人的一生都差不多啦 我這一生來我應該做什麼 就是差不多這樣 那我只要照著這個安排好的軌道去做 是不是很順利 我不要去改變軌道 我一定一個方程式要變這樣 那個就會很辛苦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生活不好 然後不曉得怎麼改變 你要先回歸到這裡 先考量說你的條件在哪裡 那你有辦法調到哪裡去 你先考量這個 然後再把你自己擺到那個位置去 你就會很輕鬆 就會很好 像以前我是做生意的 以前我也賺很多錢 每個月大概千萬的 但是我的耗費很大 因為員工很多嘛 那我成本很高嘛 我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嘛 對不對 每天都為了這個錢 就是很煩惱 錢很多來也看到很多出去 就是在那邊白忙一陣 很辛苦嘛 那後來我會想說 那我幹嘛那麼辛苦 我自己賺那麼多錢 自己都沒有在用 就是這樣來這樣去 就這樣一個循環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我就會考量說 那我要過這樣生活嗎 後來我就不要了 我就把我的企業縮編嘛 縮小 那我覺得說 讓我自己的生活 輕鬆 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辛苦 因為以前我工作一天16個小時 16個小時平均 兩三分鐘要接一通電話 所以就講到這個生態都不行 後來我就覺得說 人不一定要這樣過生活 你賺很多錢又怎樣 你一個人也不可能吃那麼多啊 也不可能用那麼多啊 所以我們應該擺對位置就好 如果說你能力能賺很多錢的 那個也很好啊 你就是去賺那麼多錢 因為你可能會去做很大的事情 那個也是可以啊 所以每一個人要考量他的條件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一個領導者 不要強求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因為只是說 你當的是哪一種而已 比如說你是當A、B、C 哪一種都可以 你就把它擺在對的位置 所以這一次我們上完這個初級班之後 23號有一個高級班 我建議你們要上 上完之後 我們這個資格就完了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去找你們州長 因為州長裡面 他有一個組織表 比如說 州長下來是副州長 副州長下來有什麼發言人、婦女會 還有這個參議院的 還有30個廳長 那30個廳長 每一個廳長是做什麼 你去了解 那你到底是適合哪一個 你可以自己跟州長去講 那州長他會去考量嘛 說 你就是要 回到各州之後呢 你就要參加他們的聚會 然後大家互相了解 確實你適合做這個 然後他就會幫你排這個嘛 那如果好 假設你排在財政廳長 那你就可以開始了解 先網路抓出來 現在的財政到底是怎樣 美國怎樣 日本怎樣 如果美國、日本那個 英文你看不懂 日文你看不懂對不對 你可以請人家翻譯 翻譯你就看得懂了嘛 因為你們現在 在我們最慢兩年嘛 那在接手之前 你先去具備這個條件 會比較好 不要到時候 因為到時候我們一定會有個集訊 那集訊你就 你如果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訓練起來就很苦啦 所以你現在就要開始 這很重要 那如果說 你 你不是交通的專門的 你就千萬不要去排在交通廳長 因為 廳長的部分是 執行單位 必須本身要懂 這是廳長部分 那參議院、參議員的條件 最好要40歲以上 因為人生的歷練經驗有了嘛 因為這方面 比較屬於那個 預算方面 類似 相當現在的 有點像立法委員 他要省預算 他要幹嘛幹嘛 那你 你接觸面要廣 去做這個才不會累 要不然 你都不出門的 全部都在家裡的人 去做這個不好 所以要懂 當然我們各鄉鎮也會有 郡守市長嘛 這樣 郡守相當類似這樣 可能比那個縣長還大 就是說 你要各施其詞 所以我們那一本 公民權利法案 你要一直看 因為那個相當我們的一個法律 我們未來也是要用這樣 你不懂你就要跟州長去研究 到底怎樣 因為有些人昨天分組討論的時候 問一些問題 那是因為你們還沒有懂 其實我們裡面都有 那你資料一直了解 了解之後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民政府 做到今天 已經做很多了 我們現在是在尾聲 你們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多人還不知道 外面宣傳怎樣怎樣 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其實很多高層都知道 他不願意告訴你 尤其是國民黨民進黨的 那個都知道 那個不是不知道 只是那個 資訊比較少的人不知道而已 因為你會看網路的人 都有上來看的 像我們在國外 連國外都看了 連我們的黑熊部隊什麼 他們都知道 只是說在台灣的人 你不會看網路 你當然不知道 所以未來 這個網路一定要學 因為未來的資訊都是在網路 他沒有辦法只是靠 人跟人這樣講話 這個是沒有辦法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雖然有時候你覺得 你年紀大學不好 但是不會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先玩遊戲 那個電腦 你先讓你自己對電腦有趣味化 這個滑鼠拿起來 會玩這個遊戲 玩到你真的很熱了 再學 那你對這個電腦 你就不會有排斥感 像我媽媽80歲了 她80歲才學 我也是叫她先玩這個遊戲 她現在也都是會 開啦 看啦 關啦 轉啦 什麼 不困難 會覺得困難是因為你不喜歡她 所以 這個非常重要 那剛剛我們講到 我們當一個領導者 你一定接觸廣 就像通才一樣 你這也懂一點 懂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要會用人 譬如說我的單位 我要用那個 一個教育廳長 我到底要找誰當 這個你自己要去判斷 那你沒有直接認識這個 教育的人才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把風聲放出去 然後跟很多人去談 因為跟很多人談 表示他給你資訊嘛 那你要從這些資訊當中去了解說 我找誰比較好 這個就是用人 因為不見得你都要會 但是你要很會用人 那很會用人 你要很會聽話 什麼叫很會聽話 譬如說我跟你講話 我們兩個講了半小時 你能不能知道我的優點 缺點在哪裡 那你就要判斷要不要用的 因為不是聽他講很好的話 不是他一直跟你講 我什麼奪行又什麼奪行奪行 不是聽他講 是你聽他講完之後 你來判斷這個人 講的這個真實性幾分 這樣去判斷 然後如果你不能判斷 你必須再找第二位 第三、第四、第五 就一直找 這樣找到最後 你做一個結論 你覺得說我跟誰談 我馬上直覺就覺得 是這個人 你就要往那裡去了 你如果說找這個人 人家一直跟你推薦說很好很好 結果你談了半天 你很難下決定 就先不要用 如果對這個人很難下決定的 暫時先放著 不要用 所以你在決策的時候 你要考慮這樣 這個也很難下 都要放著 不要輕易去下決定 因為你輕易去下決定 必須這個後果是你可以處理的 要不然會傷害很多 因為為什麼一個政要很高官 他做錯決策一定要負責下台 因為他的影響層面太大了 是整個國家的 這個就一定要下台了 所以你想一個錯的決策 真的很重要 比那個錢還嚴重 他會影響的局面很大的這個 這個不能亂下 所以 如果你覺得你坐這個位置 老是在那邊下不了決定 老是這樣子 表示這個位置不適合你坐 就要改變了 所以我建議為什麼 各位回到州的時候 你們州長 如果聚會或付出 你們一定要去 因為長期的這個聊 這個了解 他會很知道把你擺在哪一個位置 你如果大家都不接觸 突然之間 好我現在排你當交通廳長 結果你都不來 等到快接的時候 也許發現你不適合這個 那怎麼辦 你會做得很辛苦 而且到時候 調動不容易調動 所以跟州要很好的配合 這個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要起來 必須靠各州 這樣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 訓練四千位對不對 這個四千位要靠各位 就說你要去介紹怎樣的人 因為當你了解我們需要什麼人的時候 你知道去哪裡介紹人 你盡量把這樣的人介紹出來 因為有這樣的人為我們台灣來做事 他才能夠讓台灣更好 而不是說這些人給他充滿就好了 每個位置給他排好就好 那個不見得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秘書長他一直 要這樣很辛苦的三天在這邊辦這個受訓 就是說他要你了解才進來 你不了解進來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每一個將來的官員 都是因為很了解我們的法理才進來的 要不然很簡單 你花個錢報紙廣告一下 四千位就來了 為什麼我們不要這樣做呢 因為那個不是他的了解跟志願 那個是花錢買的 就不一樣 以前國民黨民進黨他們就很會用這個 花錢吃飯怎樣怎樣 但是那些人還是那些人 我們台灣民政府不要有這樣的文化 所以我們是每一個人志願的 就像說你出去介紹 也是因為你的了解 你願意這樣做 你才做的嘛 我們沒有辦法說壓著你後面說 你一定要這樣做 那個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台灣要好 真的要靠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畢竟在台灣 我們已經四百多年來都受人家統治 我不曉得你以前 你有沒有聽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日本、中國 他們通通來台灣這一塊土地 統治過了 但是就沒有說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人起來 成立一個國家 然後真正管理自己 都沒有 全世界大概就台灣這樣 現在剛好有一個機會可以改變 我們應該要給我們台灣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四千位 只要我們有那個心 其實四千位很快 我們現在兩千多了 是不是在一半就有了 我們身份證現在差不多五千多 我們最少要四十一萬 你看 雖然是五千 那每一個人 如果說 再拉十個 你看多少了 就很快 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這樣去 比如說我們各周 假設每一周 都有四百位 一個月 最少一個月 都四百位 你很快四十一萬就達到了 每個月最少要四百位 一個周 你看我們有多少人 你每一個人 你一個月就好 你鼓勵你自己說 我要十個人 比如說身份證 我讓十個人能來申請 每個人 這樣也很快 你就固定每一個月做十個人 光是你的親戚朋友 就不只這樣 我們可以朝著這樣去做 那還有 我最近都常接到什麼電話 美國、日本、紐西蘭 他們是台僑 但是他們年紀都大 大概六七十歲了 他們在網路上看到我們這個消息 就打電話回來 甚至在日本那麼遠 他還打很久 一次都三十分鐘 這樣子談談談 然後都願意回來台灣換身份證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外國的身份證了 為什麼他要回來台灣換呢 他說 因為他們在國外很久都了解 國家的重要 台灣沒有地位在國外 所以他說台灣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他們希望回來湊這個數 讓這個數量趕快起來 我接到好多電話都是這樣講 甚至他願意回來上課 初級高級這樣上 目前已經有一些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上課 你是什麼想法要上課 他說我們在國外這麼多年 其實現在在國外生活也很辛苦 你不要看美國這樣 為什麼美國日本很多他要回來申請 因為他們已經了解到 未來我們的福利比他們好 因為我們台灣 美國對我們是有一種補償作用 還有我們還有三種基金 還有他來台灣還有一個那個租金 我們錢很多 一定是用在人民身上 然後福利什麼什麼 他們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他們回來申請 他兩邊可以選擇他要哪一邊 因為未來台灣很好 現在就如果他們的量一多的話 會變成怎樣呢 很多人想移民來台灣 會有這個風潮 現在都是台灣移民到國外對不對 將來就不一樣 因為台灣小錢又那麼多一定花不完 他們就會很想進來 就在那個 在十幾年前台灣經濟比較好的時候 股票不是一萬多點的時候 其實在那時候國外的經濟就 有在下坡的啦 結果他們很多都到台灣來賺錢 尤其是會英文的 來台灣教英文來做什麼做什麼 那外國他們 他們的個性不會保守 他們是這樣 哪裡好就往哪裡去 會這樣 所以那一波有很多 會講英文國家的人到台灣來 那未來也是這樣 台灣如果很好之後 他們通通要來台灣設公司 因為 因為台灣是一個很好的貿易國家 自由貿易 因為市面都海嘛 然後資源豐富嘛 所以人工又便宜嘛 很多國家喜歡來這裡 那是因為這幾年經濟衰退 才沒有來 然後中國啦 越南那些落後國家 工資低嘛 又跑到那裡去了 但是現在跑到那裡去 他們又覺得後悔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環境越來越不好 工資也一直提高嘛 然後 國家的政策不定 變 所以有一些公司也是要搬出來 那 那這個一個比較不穩定國家 人家都不喜歡去那裡設公司 但是在整個東南亞裡面 我知道 外國人比較喜歡來台灣設公司 以前香港是貿易區的時候 還是英國館的時候 他們喜歡去那裡 後來中國館之後 他們就不喜歡了 因為政策改了嘛 然後他們就跑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自由貿易區 但是喔 新加坡小 太小了 然後他們會衡量 因為現在全世界 會講中文的國家比較多啦 散佈在各個國家都有 所以他們就選擇台灣 他們很喜歡台灣 那因為台灣的人 也在學英文嘛 也會講英文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台灣的條件他們喜歡 所以未來一定很多國家 會在台灣設公司 因為將來我們台灣税少了嘛 這個條件很好 他們就來了 所以無形中 除了我們台灣人很有錢以外 你的就業機會也是提高啊 這個 這個就是任何一個國家也比不上 因為我們小 所以我們的成本不會花很多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 都會很有錢 只怕說你不工作 因為你很有錢之後你不工作 生活就會亂掉 所以為什麼喔 我們秘書長會建議說 只要35歲以下 18歲以上 盡量來參加我們的黑熊隊 因為這個黑熊隊 是將來要整個台灣的保安 那不是拿槍的喔 就像日本敬衛隊這樣 他是分散在各個地方 的一個保安 但是保安裡面也有內勤喔 譬如說你要會電腦或者是英文或是什麼 像海關我們就一個邊防嘛 邊防的部分就要黑熊隊進去 然後再來我們還要訓練什麼呢 20位女生20位男生 會講英文或日文其中一個都好 或兩個 未婚 我們現在訓練這40位 然後從明年開始 外那個日本先開始 都從年輕人開始 每批20位進來 然後就用這40位去練習招待 然後這個40位的未婚呢 是未來我們民政府的動量 對於對國外的 所以你們如果說有小孩或認識的 有這樣的條件 你要讓他來報名 你看我們網路就是那個日台精英的那個會議啊 我們這次會有一個五天四夜的訓練 跟日本人一起 你們可以知道的話 盡量介紹這樣朋友來 因為這條件非常好 將來喔 你看現在外交官都要考對不對 這個都不用考的耶 是因為現在需要有這個條件 未來如果起來了 需要人才都要考的耶 所以現在不用考他有這個條件 你盡量介紹他進來 因為我們民政府在這邊上課 最主要就是發掘啦 發掘人才 再來訓練你當領導者 所以你們在這裡這些人 未來都是領導者 你一定是頭啦 因為我們需要公務員有20多萬對不對 那你只不過是4000位之內 當然是頭啊 所以我們一直會跟你講 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那你盡量去找那個適合的人進來 所以現在需要這樣英文或日文的 你就介紹他們進來 那這個部分就會做得很好 因為對外嘛 對外你需要講英文或日文 這個是很需要 如果說他現在還在學還在念書啦 沒關係 他可以先報名 儲備啊 未來也會用到 這樣 所以在學的也可以參加 只要滿18歲以上 那因為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各位如果有問題 私底下可以問 那我建議最重要就是說 今天下午3點半要拍照 那個一定要拍照 因為那個美國會看的 再來就是說你們今天拿回去那個資料 我再強調一下 有兩張那個DM 你一定要附背 貼在你家 因為你貼著 你才記得要講 好,謝謝大家